是人家恩母的名 是相母的台湾吉那 新坎娘娘的唱 一步一步牌群驾 驾過一列多數的環境的名 有我勇敢的騎在這 無論風暖大 有我勇敢的騎在這 只起是人家恩母的名 是相母的台湾吉那 感謝大家 有我勇敢的歌 一步一步過滾驾 蔡英文總統任期最後一天 也在IG上PO出最後一次 達空軍一號影片紀錄 配上八年前競選歌曲 最後向空軍回首說謝謝 轉身搭上公務車的畫面 感動大批網友 另外也秀出愛貓愛狗 最後一次在關底的合照 說蔡翔翔的表情始終如一 而小英即便到了最後一天 依舊形成滿檔 除了搭乘空軍一號 也到總統府接見 來自世界各地的元首和代表 感謝他們來見證 台灣民主的驕傲 還連發兩篇長文 係數八年政績 謝謝台灣人民 在八年前給他機會 將對台灣的改變和期待 托付給他 他也懷抱著改革的信念 走進了總統府 謝謝大家和他一起 為台灣創造了許多第一次 如果要留下一句話給台灣 他說是希望台灣是團結的台灣 也希望台灣人民 要對自己的國家有信心 東森新聞總和報導 再來回顧當時總統蔡英文 還有這個當時的副總統蕭美琴 她剛時這樣選手揮手致意的時候 那麼也感動人心 你可以看到的是總統賴清德 她眼神是充滿著感動 而副總統蕭美琴頻頻失淚 很感謝台灣人民 那麼同時也會盡心盡力 帶台灣邁向新局面 現場非常的熱鬧 可以看到三個人 不斷地揮手致意 這是在剛剛稍早的感動畫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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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轉身搭上公務車的畫面 感動大批網友 另外也秀出 愛貓愛狗 最後一次在關底的合照 說蔡翔翔的表情始終如一 而小英即便到了最後一天 依舊形成滿檔 除了搭乘空軍一號 也到總統府 接見來自世界各地的元首和代表 感謝他們來見證台灣民主的驕傲 還連發兩篇長文 係數八年政績 謝謝台灣人民 在八年前給他機會 將對台灣的改變和期待 託付給他 他也懷抱著改革的信念 走進了總統府 謝謝大家和他一起為台灣 創造了許多第一次 如果要留下一句話給台灣 他說是希望台灣是團結的台灣 也希望台灣人民 要對自己的國家有信心 動森新聞總和報導 好可以看到雙方現在已經離開了總統府的大廳 來到了場廳 目前你從現場可以看到 國軍演藝隊也開始要準備入場 那邁清德總統賢康麗還有副總統 就陪同第15任總統蔡英文 一起經過場聽向禮賓致敬 最近狀況我們現在連線記者劉佳耀 好了各位觀眾 但你關心喔 結束完宣室就是典禮之後 邁清德總統以及第一夫人吳美濤 將送現任的元首離開總統府 而現在透過畫面 你可以看到我們的三軍 國軍的聯合藝隊正在演出當中 不過他現在人是已經接到了這個場廳的部分 那現在我們可以看到是總統 以及現任元首還有副總統的人 他們都逐漸的前往這個典禮當中 然後要跟國人來進行揮手 那我們知道在場廳的部分呢 這個地方是非常有記憶點的 仔細看你會有看到這個國父以下 就在我們畫院的左手邊 那您可以看到呢 其實在總統前方有所謂的 是從五官 我們會說五官是走在總統前面的這個軍官 好那我們可以看到現在是總統呢 已經在準備跟這個同仁來進行揮手 那現在呢總統蔡英文呢 跟這個副總 跟這個總統賴清的 好副總統蕭美琦呢 目前正在登上這個 這個府前攻上來跟民眾揮手 那現在您看到的畫面是 總統呢跟這個同仁們 也就是總統府的員工進行揮手 其實這是八年前的文職同仁說聲再見 這也是揮別疫情的一個象徵 那也從拱手不握手呢 到現在能脫下口罩來 彼此來跟這個民眾來見面 跟四年前的狀況呢 是截然不同的 這邊有細節大家可以注意到 我現在目前看到的是沒錯 在2016年這個政權交替的時候 馬前總統跟市委長 以及上任的蔡總統的市委長 是平行的與兩個人 走到這個慶祝大會的舞台 那現在呢 這個是不是這次的府市委長呢 以及後任的府市委長 他們會一同走出 是值得關注的一個狀況 那目前我們可以看到呢 現在賴清德的總統 以及副總的蕭美琦他們的表情 現在會略為緊張一點點 那即將要卸任的這個 總統蔡英文呢 我們可以看到 他的表情呢 也稍稍的 神情略為緊張一些些 那因為接下來 他們即將要 布出這個總統府 來跟民眾來說聲揮手 那這也是這個場景啊 基本上 八年才看得到一次的一個狀況 各位你要知道 就是在上四年的時候 其實並不是這樣的一個情形 因為上四年的時候呢 是因為有疫情的關係 所以府的這個整個編制呢 都是相對而言緊縮的 那今年呢 可說是 比前四年還要更盛大的來進行舉辦 那我們可以看到是呢 在這個交際點點之後呢 然後接下來呢 他們就會來看一下 我們要先看一下現場的最新狀況 好 目前可以看到的是 現在已經是 蔡英文前總統 那麼就和賴慶的總統 以及蕭美琴副總統的陪同之下 等一下就要登上 府前廣場的慶祝大會 那麼他們稍後也要向民眾揮手 也正式宣告交接完全 現在呢 蔡英文前總統也要謝謝每一位人民 在過去八年給他機會 那麼在昨天呢 其實 蔡英文前總統的下班文 也特別感謝她說 應該說謝謝的人是她 也在最後感性告別 好 所以現在外界都很好奇說呢 接下來賴賴總統的執政 會不會延續 蔡英文總統的政策延續 答案是會的 那麼稍後呢 就會在總統府前面發表就職言說 各界其實都很關注 未來四年的國戰路線 還有外交走向 那麼之前呢 其實賴清德就有強調過 當天的就職內容 一定會延續她勝選之夜的談話基調 強調未來 所領導的執政團隊 會以穩健 自信 承擔責任 還有團結四大主軸來施政 好 目前您可以看到的是 第十五任總統蔡英文 以及第十六任的總統賴清德 副總統蕭美琴 一起經過了常聽 向禮賓致敬 同時呢也是在總統府的 這個員工相歡送 目前可以看到是蔡政府在過去做的八年執政影片 我們讓臺灣技術成功 現在 蔡清德升降機 上載技術成功 將陪同卸任的蔡英文現奏 來著重臺 蕭美琴 當蕭美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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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們用最新的掌聲歡迎賴清德 好 接下來呢 他們會延續的四大主軸 然後繼續過去延續蔡政府的執政基礎 目前您從畫面中可以看到 新就任的總統賴清德 以主人身份陪同蔡英文 一起經過了總統府最前面的廣場 要向所有的民眾來揮手致意 感謝小英總統八年來 帶著台灣前進 可以看到三位充滿自信笑容 要一同向在廣場的所有民眾揮手之意 也正式宣告就職典禮成功 世界的台灣 我們是不是請我們的賴總統 以及蕭副總統 還有蔡總統 跟我們現場的民眾 還有所有的貴賓 一起來揮揮手 謝謝總統 恭喜總統 恭喜總統 恭喜副總統 謝謝蔡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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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謝謝賴清德總統 蕭美琴副總統 以及小英前總統 我們再次感謝賴清德 再次感謝賴清德 和蔡總統 和蔡總統 蔡英文 現在蔡總統 現在蔡總統 會回到總統 好 剛可以看到 在就職揮手的時候 副總統 蕭美請她感動勢淚 那麼接下來 蔡英文前總統 就要先離別 那麼包含賴清德總統 稍微治完議之後 她就要繼續回到總統辦公室 去簽署行政院長 暨總統府秘書長 還有國安會秘書長的行政命令 好 我們現在人正在總統府的南廣場前面 剛剛所有觀眾是歡聲雷動 那麼也看到了這感動的時刻 剛剛其實現場是非常非常的熱鬧 那麼現在副總統蕭美請呢 也向前總統蔡英文致議 好 我們從畫面中可以看到 蔡英文總統 他們一起並肩走出總統府 並且上了車也正式宣告 蔡英文總統的卸人 她搖下窗 持續的向總統府的工作人員 揮手致意 就要離開總統府回到關底 蔡英文總統的卸人 寫定領典 最終的卸人 在城市場上 總統府香港人 參與了 市場上